不知道宝妈宝爸是否发现 孩子在出生六个月后就会经常感冒发烧 明明对孩子的照顾只增不减 为什么孩子的身体却越来越弱呢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 宝宝在出生六个月后的确会经常感冒发烧 这是因为宝宝在出生的前几个月 体内会从母体里带出铁元素 又以维持自身的营养需要 但是带出来的铁元素一般只能维持四到六个月 如果四个月后不注意给宝宝补铁 那么宝宝就会因为缺铁容易感冒发烧 所以专家建议在宝宝出生四个月后 就可以给宝宝补充牛出乳 牛出乳是母牛在生产后 产出了第一批牛奶所提炼而成 具有高含量的免疫球蛋白 可以提高宝宝的抵抗力 在选购奶粉的时候 要注意一下奶粉的配方 然后可以给宝宝吃一点益生菌 在六个月后 母乳中所含的营养 已经跟不上宝宝生长发育所需的营养了 所以要逐渐给宝宝增加腐蚀 跟上宝宝的成长速度 好了 大家在照顾宝宝上面 还有哪些更好的建议和心得呢 欢迎在评论下方一起交流 感谢观看本期节目 聊即更多 请关注我们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